我是因為現在變成是說 我們其實在民調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大家所有的人都直觀感受到 郭台銘就是起來了嘛 他的氣勢就是起來嘛 而且他不管氣勢 不僅氣勢起來 他連這個所謂議題打 你不管喜不喜歡 或是有沒有失言 他的大方向是抓住藍營的心的嘛 打BNT誰敢不跟 每一個人都跟這一題啊 打核電 大家都要跟這一題嘛 對不對 所以對於整個郭台銘說 氣勢起來是早晚的事情 那民調什麼時候出來 我們就看到你是哪一個民調 丟出來壓倒那個侯友宜 最後一根稻草 那現在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亞太經濟交流協會出來的民調 侯友宜蘇貝柯文哲嘛 那現在這個民調 對於郭台銘正義來說 你不是說要看坊間民調嗎 你坊間民調這份就最新的啊 你不要跟我講說 看一個月前的民調 對不對 你所謂綜合評估 你不會是評估一個月前的吧 你也不會評估上個禮拜了吧 你看看現在的民調 最新的就是亞太經濟交流協會的民調 剛剛不是有人說帶風向什麼的嗎 對 然後朱立委員就說 這是帶風向的民調嘛 好的大家平心而論 郭台銘現在就我了解 有三家民調公司幫他做民調 滾動的 那請問他自己手上會不會有內參民調 那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嘛 他手上有內參民調 他會不會知道說我自己已經起來了 這是我看到內參民調我已經超過了 那如果我已經超過情形之下 你還去提名侯友宜 請問我就翻桌的理由嘛 這才是出大事的原因嘛 就是現在對於郭台銘來說 翻桌不是重點 翻桌就說翻桌要正當性嘛 對比如說民調規矩 整個遊戲規則很公平 你就是輸了 你翻桌沒有人理你嘛 可是你如果是出老千 我翻桌 不只翻桌 我還剁你雙手嘛 對不對 江湖規矩嘛 出籤的人 哪隻手出老千 剁哪隻手嘛 對不對 他注意了兩隻手都出老千 兩隻手都剁嘛 那一定會出大事嘛 那對於郭台銘來說 為什麼要露出 他去跟柯文的會面的狀況 下最後通諜嘛 對不對 那意思說如果不爭招我 我就真的跟他在一起了 不然這個新聞為什麼會出來 我跟你講郭台銘 這已經丟過兩次最後通諜 第一次是兩個禮拜前 丟出一份郭正銘的內財民調 只輸侯友宜一點點 可是這也不是重點 這也是那個內財民調 有細卡都的民調 對不對 那細卡都 有是賴清的侯友宜 然後柯文哲加郭台銘 那時候我就說了 他們如果沒有細卡都 幹嘛做細卡都民調 對不對 做細卡都要錢 你做民調多位一體都要多花錢 為什麼要多花錢 他們想知道 如果我細卡都 我獨立參選會有什麼破壞力 那現在兩個禮拜前把這東西丟出來 告訴國民黨什麼 有細卡都的可能嗎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最近丟出了他跟柯文哲 去柯文哲加嘛對不對 為什麼 告訴你我有人嘛 我有盟友嘛 有七月在等著我併購 正好他不是單純只是要告訴國民黨 我有整合非綠的能力 我知道 你講的已經是到另外一個就是 你不愛我還有別人愛我 對還有別人愛你是不是要講這個 剛剛我們開錄前我們在討論說 為什麼郭台銘要去見柯文哲 是釋放出萊茵說 如果提名我郭台銘 我可以幫你整合柯文哲 這叫什麼 往好處想 我老郭可以幫你國民黨整合柯文哲 往壞處想 我老郭可以跟柯文哲 聯手謀殺你國民黨 懂嗎 就是我覺得這兩個都是 一面之間嘛 兩面人 對啊 所以對於國民黨來說 為什麼說要出大事 就是一面之間嘛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 現在坦白講 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還是很合規矩 可是你可以隱隱感受到 他那個風雨欲來的感覺 就是說今天早上 郭台銘去八祖廟 板橋八祖廟 對不對 然後去正常 他已經比侯友宜提早 到大概四十分鐘左右 去完後 郭台銘還等 去八祖廟的休息室等 等到侯友宜來 再出來跟侯友宜握手同框 一切都是乖寶寶的樣子 一團 那個還實質緊扣給你看 對 一團和氣喔 可是你一團和氣 你幹嘛見柯文哲勒 一團和氣 你為什麼見這個 這個做四卡都的民調勒 對不對 引而不發嘛 看什麼時候發 正好你說那個四卡都 是郭董他們自己做的 內參民調加的選項 對 所以你會做表示動心起念 對啊 或是說你想要評估有一天 細卡都會發生什麼事嘛 那我覺得你做的OK 可是你丟出來就很有意思啊 當然喔 你丟出來你可以選擇只丟三卡都的啊 你幹嘛連細卡都一起丟 告訴國民黨老子在考慮 第四個人參選嘛 不知道幹嘛丟出來 對不對 所以說現在很有趣 等一下葉元智一定會講 或是說一些國民黨一定會說 郭董一定會被整合啦 郭台銘之前有承諾過嘛 不管誰出現 他都全力輔佐嘛 對不對 他也說啊 如果國民黨提名侯友宜 他就全力支持侯友宜啊 對不對最近來贏的朋友都這樣講 對不對 拔蠟票嘛 全世界最會開拔蠟票的人 叫郭台銘 CNN統計他 全世界開拔蠟票 開一兆多 厲害了吧 誰敢開一兆多的拔蠟票 對不對 我選總統開拔蠟票幾千億而已 郭台銘事件繞一繞 又呼籠墨西哥啦 又呼籠印度啦 越南啊 美國啊 川普都呼籠 還把川普找過來給殘土 對不對 然後加起來拔蠟票 一兆多有人買單哦 因為每一個被盤看拔蠟票的 那個總統都很開心啊 莫迪啊 川普都開記者會 了不起的商人等等 全部跳票 這是郭台銘的 你也拜託 那你覺得一個敢開一兆多拔蠟票的人 他會跟你旅行 兩個月前 在諾富特飯店 說我之後一定全力支持侯友宜的話 你也拜託一下 百分之百翻臉嘛 那百分之百翻臉的時候 我就問個很簡單的事情 國民黨會不會出大事 會嘛 這個是我昨天臉書文 人家的根本因素就這樣嘛 邏輯緊密 毫無縫隙 百分之百出事 國是論文的規格 哦 ok ok 我給你 就知道啦 我給你 起碼 我給你